两岁家宝宝一日三餐怎么吃 早餐吃鸡蛋水饼 一大勺面粉 加四勺水 再打两个鸡蛋 加焯水的胡萝卜碎 葱花 盐 松鲜鲜 搅拌到无颗粒 平底锅刷油 舀一勺面糊摊平 表面定型翻面 两面熟透就好了 软软嫩嫩的 很好吃 餐吃一锅蒸 好吃的莴笋蒸肉片 鲜美的清蒸龙粒鱼 碗里放大米 黑米 加两倍水 和玉米一起上锅蒸40分钟 梅花肉切薄片 加酱油 淀粉 辅食油 腌制15分钟 碗里放窝笋片 胡萝卜片 加点盐 辅食油拌匀 铺上肉片 上锅蒸15分钟 龙粒鱼切块 放碗里 淋上酱油 放葱段 胡萝卜 上锅蒸5分钟 蒸好后装盘 日虾仁葱油炒面 准备食材 面条煮熟后捞出 调个酱汁 酱油 番茄酱 水 葱段炸至变色捞出 胡萝卜 虾仁 香菇炒一下 放入面条 倒入酱汁 翻炒均匀 撒点葱花 香喷喷的面条就好了 葱 х